来看这名狠心的妈妈 她因为欠了太多的钱 当债主找上门的时候 这名妈妈还不出钱 竟然当场 把她五个月大的小女婴 丢给债主要抵债 还说要不要随便你看着办 这名倒霉的债主不但没拿到钱 还帮忙照顾女婴 一个礼拜 监视器画面清楚拍下 刘小姐抱着被母亲遗弃的 五个月大小女婴 急急忙忙到派出所报案 因为小女婴的母亲 到处欠钱没有办法养她 只好把小女婴丢给 同样是债主的刘小姐 那我小孩子我会先丢到警察 送到警察去看怎么处理 然后我再处理我自己看怎么办 好随便你啦 刘小姐说小女婴的妈妈 欠她16万的债务 两年多前 她曾经好心收留过她半年 没想到现在她尽量把女儿丢下 只穿了几通简讯就人间蒸发 简讯上面清楚写着 妹妹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态度这样就这样 我不会再开机了 从措字摆出的简讯 当中可以看出 女婴的妈妈对于生活 无以为继的无奈 小孩子当时在哭 我们严谨询问她 之后她说她被她的亲生母亲 遗弃这样子 而目前女婴已经交由 社会局紧急安置 但是女婴母亲的离谱行径 看得让人直摇头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